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严格 所以钢琴学得很好 然后到18岁的时候就开始留校任教 那到最后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想到去做流行音乐 是怎么开始的呢 大家好 我是郭峰 非常高兴能够和所有的加拿大粉丝们见面 那也非常的高兴能够把自己的一些近况吧 和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把一些国内的一些情况呢 也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好 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 这首歌实际上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二十几年间 可以说你在这个广大的中国人心目当中 树立起的是一个非常具有爱心的 这样一个很健康的形象 这么多年 那是不是你自己本身也会比较热衷于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一些爱心的活动啊 其实我觉得很早以前 当然没有公益这两个字了 大家就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比如说过去的 比如说像《让世界充满爱》 当然是那个时候是国际和平年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 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环境保护呀 还有一些生态平衡啊 这些活动很多的这样的 当然现在才叫公益活动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活动 反正就是觉得是个社会活动就去参加 觉得挺好的 当然我觉得公益活动是非常非常非常 应该说我觉得是一个 每一个人吧 不仅是我们从事音乐的也好 每个人来说应该的对社会的一种义务 和社会的一种责任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公益活动 因为我参加的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也不是说是喜欢 我觉得就是一种责任 去参与进去 去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的这番话 你知道我想跟观众朋友说的 就是说通过这次跟郭峰的这个接触呢 我对郭峰有一个印象 我就特别想跟观众朋友说的 就是郭峰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音乐人 实际上四年以前我就采访过你 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接触 没有一个非常没有很多的认识 但是这一次呢 我到了北京之后 首先跟郭峰联系 然后约定了一个时间说采访 然后之后中间的几天呢 我们就没有联系过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确定 我在想郭峰有没有可能 就是把这个事情忘记呀 或者怎么样 但是没有想到到约定的时间 过分准时给我打电话 然后来跟我谈这个关于采访的事 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其实你是非常忙的 对不对 时间很有限 对 那第一个呢是特别忙 第二个呢 因为有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像国内的 最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不知道是谁 把这个500个电话号码公布了 所以我们一般的 如果说是这个电话号码 是没有在我们手机上面出 就是说我的朋友 没有我记忆进去的 我们一般的都不接 所以的话呢 有可能会错过一个 你有可能给我联系过 那我有可能没有接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也是 真的是特别特别忙 但是呢 我觉得你的采访的这个 这个时间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再次感谢你 那我还是想回到 四年以前我采访你的时候 你曾经跟我说过 三岁的时候开始 爸爸教你学钢琴 非常苦 然后十八岁就开始留校做了老师 那为什么会走到流行音乐这条路上 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也许也就是喜欢吧 当时是当时没有 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 八...应该是八零年吧 八一年那个时候 都还没有流行音乐 那个时候还是革命歌曲 我觉得我们还是受这种 最早还是受港台的 主要是受邓丽君吧 刘文正啊 他们那个时候的音乐的影响 觉得这类的音乐非常非常好听 就觉得去尝试 自己写一些东西大家都非常喜欢 那应该是在充满爱之后吧 充满爱之后 那形成了一个 特别是在北京 形成了一个 大家的一个环境 大家都在创作这样的 以及原创歌曲 就在八六年的时候 就是出现了很大一批作品 当然是最开始的 有可能就是 《让世纪充满爱》 因为《让世纪充满爱》呢 那做了一个音乐会 那那个音乐会里面呢 就产生了很多的歌曲 包括当时崔剑的《一无所有》 所以那个还有什么《黄土高坡》 还有什么《学院的风采》 还有等等等等这些歌曲 都在那个音乐会里面产生出来 但是所有的演唱过这个 就是独唱这些歌手 都是这个《让世纪充满爱》里面的领唱 所以当时《让世纪充满爱》 应该是概括了所有的 当时影响了这十年的所有的歌手 老一批的歌手 他们都参加过这个歌曲 所以其实是我想的话 有可能这个歌曲 它更大的意义是一个 对中国流行音乐的 它的一种推动 和一个真正的一个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分界线 因为从那个音乐会 中国的音乐开始走上了 一个自己的一个 有自己的主张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一些个性的 这样的一些音乐 出现 那现在就是对于 目前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 你有什么看法 目前中国我觉得 有可能是受到整个社会的影响吧 特别是一些外来的音乐的影响 特别是港台 还有一些韩国 日本的影响 当然有可能韩国的影响会深一点 当然再加上欧美的一些影响 其实我觉得现在 还是在一种徘徊当中 还是在一个犹豫当中 因为太多的这种进入 让我觉得 像过去是因为是没有这种进入 所以我们很纯粹 那所有的我们自己的音乐 都得到一个 就是说 就是大陆的所有的听众 都非常非常的 这样的 非常的容易去接 去接收 而且非常的流行 那现在因为他的那个点太多 特别是外来的音乐点太多 而且我觉得是整个的 从一些大部分的媒体 不是全部的媒体 但是大部分的媒体 也有那样的倾向 就是说我觉得 就是有点从央觅外的那种倾向 特别是对港台歌手的那种吹捧 我觉得不是说他们不好 但我觉得自己的音乐更重要 自己的音乐的这个自己 特别是我们大陆自己的音乐 我们本身起步就比较晚 我觉得不要老是自己踩自己 自己瞧不起自己 我觉得这种就比较可悲 那我们现在目前 我觉得还是在一个 虽然看上去 大家都在往前走 但实际上面我们还是在落后 还是很落后 我觉得是一个 社会给予我们平台比较落后 那也是我们自己自身的 也有很多问题 当然我觉得这个流行音乐 它是要发展 特别是2008年将会来到的时候 我相信会对中国的 不仅是它的经济方面的一种推动 我相信在文化方面 特别在音乐方面 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推动 我觉得你谈起流行音乐的话 就会有很多话要想要说 其实我也很怀念让世界充满爱 这样那样一个时期 好像没有第二首歌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好 这首歌就像国歌一样 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市场化的经济 那现在呢 让人觉得有一点悲哀的是 商业音乐的这种出现 那你对这种现状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时代 只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特别是网络的发展 网络歌曲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的 一个它的一个必然性 因为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方了 大家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呢 我觉得它并不能说 它就代表着一个中国 目前的一个音乐形状 和代表着中国的一个音乐的发展 有可能只是一个现状而已 只是一个现象 一个过程而已 那我觉得中国的音乐 还是应该更加的 应该在音乐的本质方面 音乐的这个 真正的它的基础方面 应该去加 应该加强 我就说现在比如说 现在包括电视方面 包括电视台很多 比如说最近的什么超级女生 这个秀 那个比赛 就觉得好像唱歌 我就说现在唱歌比卖菜还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个 谁都可以唱 谁都觉得 只要是我长得漂亮 我就可以取取的一切 是长的形象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还是它的艺术的本身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浮躁 我觉得还是整个的圈里面 整个的这个文艺界都比较浮躁 没有很好的这种 像过去八十年代的时候 它有很多精品 一直留到现在 大家还能够去记忆它 还能够去 还能够去回忆 回忆过去的 所以一直到 每年都在宣 宣起一个老歌 老歌的 又有一帮人去唱老歌 喜欢老歌 就翻唱老歌 这样的一个潮流 其实大家都是怀念 那个时候 给大家那种冲击力 和那样的一种 一种音乐的 真正的一种音乐的 一种欣赏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是在 不断地 作用我们是两面夹击 你要揉在这个 泰 揉在这个商业里面 我们也很痛苦 泰西艺术呢 有可能 你会远离这个 听众也很痛苦 所以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 很多 我所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 这个行业里面 有很多很优秀的人 现在已经不 不做音乐了 因为它没法去面临 面临这样的 大家都从网上 可以自由地点击 可以自由地下载 可以自由地盗取 自由地使用 所以你去创作的时候 基本上 所有的原创者 基本上是属于义务 义务奉献 那你这个社会 是个经济的社会 我相信没有人 能够是永远地奉献 对不对 可以奉献 奉献 所有的奉献 都是要有一定的基础 那我今天我看 我看一个电视 说得很好 最近美国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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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灾 就说 现在有很多穷国家 也愿意帮助他们 就问那个 说的 穷的人 是不是应该去帮 去帮富人 那个人说的 我不 不用去帮 但是作为人的本身 应该帮 但是呢 你要作为一个 经济的这样的 一个 一个这样的东西 他就 他没有人 他本来就很穷 对不对 只是一个道德 所以就是说 像我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只是 剩音乐 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 来支持 你不可能去做 所以中国现在 面临着很多问题 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有可能是盗版问题 现在又加上 一个网络的问题 又加上 一个版权的问题 所以这三样的东西 会是一个 我觉得我在 应该在六年前 我就说过 如果盗版问题 不解决 中国的整个的音乐 是没有希望的 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 已经显露出来了 现在还有多少人 去做专辑 没人做 因为做的结果 就是盗版 等于是你是 把你的心血 拿给别人去使用 赚钱 对 拿给别人去赚钱 像我自己的盗版 一共有一百多种 是很可怕 很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是作为 我们一个大的 一个环境来说 我觉得首先应该 从根本的东西去解决 当然我是今年 我是刚刚前两个月 我做了一个 很大的一件事情 也算是奉献吧 就是实在是憋不住了 应该愣点东西 那我做了一个 和中央电视台合作 做了一个奥林匹克送 那我们一共 我一共创作了二首歌 应该是当时的 在上个月 中央电视台 全国的电视 收看率的第三名 就是一个很纯粹 很纯粹的一个音乐会 没有观众 那这个现在开始播出了 已经播了 已经播了 重播了有12次 所以是 当时首播是 7月13号 在中央电视台的 中央电视台一套 因为7月13号 不是那个 申办奥运成功吗 黄金时段 8点钟播的 一共是两个小时 我觉得也算是 我们在这么多年来 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 终于有这么一个勇气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那我相信 奥林匹克送这个歌曲 现在我们准备 那我准备现在是和 中央歌剧舞剧院 我们在谈 我们是不是把它 变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舞台 要搬上 要搬上舞台 我们也希望能够 这个真正的能够 在舞台上面 能够很成功 能够是一个 崭新的一个舞台 那也希望能够 真的是 不仅在我们 在国内能够演出 我们也能够 走向世界 那欢迎你们 能够去大量大演出 对啊 我相信会 因为我们有 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 在一些 今后在这个 奥林匹克 举办过的国家 去进行一个巡演 好的 那如果有这样的消息的话 我们要第一时间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 那我们接着聊音乐 因为你的确是一个 非常纯粹的音乐人 那刚刚你说的这种现状 这种担忧的现状 你觉得接下来 发展的趋势 会怎么样呢 是好还是坏呢 其实是我觉得 发展的趋势 其实是 一个社会 我相信它必须要 经过这个过程 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就跟生小孩子一样 它需要那个过程 那我中国现在 目前我觉得 特别是大陆 就是这个过程 那我们在大朗逃杀 在经过时间的 这个磨练 那最终 我相信会 当然我不知道 这个过程 会有很 是很长 还是很 很短 但是不过 我们一直在呼吁 所有的 所有的 这个 反正说 我自己 一直在呼吁 我觉得 就说好的东西 我们必然 我们要学习 我们应该去借鉴 但是有一点 借鉴不是利用 现在很多很多人 能去利用 去赚钱 去做 这个没有不可非议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是 我们好的借鉴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应该思考 我们自身的怎么样去发展 你不要把自身的给忘了 对不对 穿了西服 你就忘了你是中国人 这个我觉得这个 没有 是没有道理的 你应该你还是中国人 你还是吃 该吃什么 还是吃什么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 我今天穿西服了 我就可以从 从今天开始 我全部是天天面包 你也吃不惯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 不要去忘记的 一个部分 因为我在日本和新加坡 待了很久 我觉得特别像日本这么发达 应该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我相信美国 因为我们也在美国待过 我去过 但我们也待过 或者加拿大 我们也待过 我相信 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 和自己的这个 这个中性的部分 他们一定是非常保护的 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 很好像 我觉得像韩国去学习 去学习 这么小一个国 这么小一个国家 它能够到今天 它的文化能够影响到 整个东南亚 甚至是全 甚至是全世界 因为我在去年 我去过日本 真的日本全部被 韩国的电视剧 全部被垄断 日本这么发达的 还没有 那我觉得 它首先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政府 它的国家 在支持它的文化 在整理它的文化 或者是在一个 很好的在计划 它的文化 它的那种文化渗透 有可能比它的 商业的渗透 或者比它的工业的渗透 还要厉害 就是因为这种渗透 它的自身的 在国际上的形象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为什么你对韩国文化 这么了解 因为我看过一个 它的一个 对它的一个 那个一个文化的一个 专门一个文化的 算是我们的文化部 部长这样的一个级别 一个采访 那我觉得它说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的好 作为一个国家 它的态度 就是今天 韩国有这么发达的音乐 这么发达的电影 这么发达的电视剧 我觉得是因为 有很好的政策 有很好的国家的支持 它真正地把一个文化 做成了一个产业 去保护它 去发展它 我觉得这个才能够 真正地走向一个世界 我们现在说走向世界 我觉得都是空话 你走不到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 你都不具备 对不对 我们到国外 也就不过给华人演 你还是在华人权里面 你走不到世界的那 因为你的所有的基础 都不够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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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的本身的能力的质量 你的包装质量 你的营销质量 你的整个的经营质量 你都没有达到国际的水准 所以你不可能 融入在这个社会 融入在这个世界里面去 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现在目前的 最大的一个 和世界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距离 那你刚刚 把自己想 心里想的这些话 就像流行音乐 这个过去 现在 将来都说了一下 尤其是你自己的担忧 都讲出来了 会不会觉得 心里要舒服一点 那不是舒服 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当然我们自己 也没办法 我们在这个 浑水里面 我们也要去摸鱼 对不对 也要去生存 我觉得 没办法 当然 我觉得 像我今天 我能够去做这个 奥林匹克宋 我相信在 这个主曲 它会 它会 它会一直走到2008年 那我也希望 里面的歌曲 真的能够去影响 2008年 那我只能说 我自己 我愿意去付出 我愿意去做 当然我自己 是不是能够去改变 这个社会 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 太小 但是我觉得 总有一个人 要去走 对不对 有可能 我自己 有可能有这个勇气 我去走 哪怕是前面是悬崖 我也愿意跳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给我们当时 让世界充满爱一样的 我们去走了 我们并没有去 去想它的 后果 尤其 也许是好的后果 也许是不好的后果 我们没有想过 我们只是义无反顾的 我们去做这件 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今天我们在做 奥林匹克宋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的 一个心 一个心态去做 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去做 因为在中国 要做一个事情 真的是 小事情很容易 没人管 大事情真的是 很麻烦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 都会有人 去走第一步 那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去走第一步 能够通过 我们的行为 去 怎么说呢 去影响 或者去 去什么 去感悟一些 一些人 当然能够去 当然能够感悟到 这个行业 是最好的 但我觉得 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也是在思考 我现在也是在 我们也是在思考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不做别人 为什么我们 现在是这样的 一个状态 所以将会 在这个奥林匹克宋 我们将会 搬上舞台的时候 那我自己也会 也会去 思考我们的一个 未来怎么样 去做这个事情 未来怎么样 去把它 做成一个 让社会 能够经得 经得起 考验的一个 一个音乐会 或者是 以太晚会 我想说一件事 这是一个小秘密 我四年以前 采访你的时候 都没有跟你说 但是今天 听你说这话 我特别有感触 就是我觉得 其实你是一个 挺单纯的人 我记得 五年多以前 我那时候 在中央台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你在 台里录节目 然后呢 我那时候是 刚开始实习 做这个电视 然后我看到 啊 郭峰 郭峰 然后我就 马上跑过去 我说郭峰 你可不可以 跟我合影一张 然后你说好啊 然后像秘密地 跟我合影 然后还非常 非常配合地 跟我摆各种姿势 真的 我高兴坏了 然后呢 这几次跟你的接触 我觉得 其实你是一个 很单纯 然后呢 又有一点 天真的那种个性 我不知道我说的 对不对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比较 不应该说是单纯吗 我觉得是比较纯粹 纯粹 对 我觉得单纯 有可能太幼稚了 但我觉得比较纯粹 那可能我们 那我觉得对 对音乐 对于我们的未来 我们都很纯粹的去追求 我觉得特别是对艺术 那我们在艺术当中 因为现在真的是 我们觉得 将我做一件事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范围之内 我们只付出了20%的力量 那80%全在应付 各种各样的关系 各种各样的事物 各种各样的这种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还是觉得特别累 但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现在在心里面 作为我们这一批的音乐人来说 真的我们一直都觉得 还是有一定的责任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 对音乐的热爱 和这种很纯粹的心态 有可能早就不做了 那我去开个酒吧 开个餐厅也挺好 也能够活 其实是各种选择都可以吧 但是我觉得只是说 我们要放弃这个 特别特别的遗憾 的确实我觉得 在这个艺术当中 或者是在音乐当中 我们可以去把自己的 很好的一些心里面状态 和很好的一些能力 能够展现出来 那我觉得为什么不去 不去保留下来 对 不去做了 那你现在也有做一些 比较怎么说呢 对大众有意义的事情 我知道你是不是 现在有做一个 郭峰艺术培训学校 是吗 做了 倒了 倒闭了 看样子我们这个消息 不是很灵通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不太合适吧 所以我就说我刚才 我这个人很纯粹 做音乐就做音乐 不能去下浪 因为想象的很好 想象的是因为有了学校 有可能有了新的一代 的新人 能够去延续你的思想 延续你的这种 音乐的一些主张 但是想象很简单 真正成为一个学校的时候 它就成为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商场 一个商业行为 那那个时候就是 你会就是 其实是音乐的部分 它会缩小 反而很多的人际方面的关系 人与人际的关系 你每天要照顾 它会提很多的意见 因为学生有付这个费用的时候 它的那个概念和你要 想给它音乐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你就会出现很大的摩擦 那我觉得最终 我觉得 我还是不要干这个 因为我实在是应付不了音乐之外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还是不太不太适合吧 作为一个音乐人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音乐人 但是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说 我觉得是就不行 我觉得还差很远 那我知道有一件事 我比较确定的 就是你喜欢车 因为我听说呢 你走到街上 随便指一辆车 就知道那辆车是什么型号 什么牌子 什么排气量 真是有那么神吗 没那么神 没那么神 对车还是比较 比较 狂热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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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对 你要说设备 我应该很 录音设备 我们的乐器 我很熟 但是对于这个车来说 我觉得还欠缺很多 因为我自己对车呢 也很喜欢 但是呢 没有我那种 到那种狂热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车 只是一个代步 只是一个 生活当中的一个 一个 一个必需品 嗯 因为我又有记得看到 一个网上的报道 说你二十几年前 刚来北京的时候 你过马路 很害怕车 就是害怕被车装到 对对对 原来很恐惧车 不过开上以后 觉得反而没有 没有比那个坐在旁 旁边要好得多得多 嗯 那完了以后就是 嗯 开了已经开了七八年了嘛 所以就是越快 越来越快 现在是完全是 是一个风马 在那儿奔着 嗯 别人都怕我 所有的人都怕坐我的车 可是北京这种路况 你有时候想风也风不起来呀 独车那么严重 对对对 车多的时候就小心点 没没车的时候就快快快快点 有没有被警察开过单子 哦 开了太太多了 每个月太多那个罚单了 老是超速 嗯 我有一个月发了二十多次 那你的够分够用吗 嗯 我是外地的本 哈哈 不够分 哈哈 不敢不敢不敢进北京 进北京早就早就被没收了 本 我想知道一下 你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或者今年啊 明年啊 你有什么新的计划和打算 目前最大的一个计划 就是把这个奥林匹克送 能够搬上舞台 那我希望它是一个 非常崭新的一个舞台 至少说在这个 所有的全国的文艺界当中 嗯 因为 目前的文艺团体 还没有一个曲目 是和奥运会有关系的 奥林匹克有关系的 这样一个曲目 那他们也非常非常感 非常感兴趣 嗯 所以 现在目前我们正在准备向 文化部进行申请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文化部的 一个 中国文化部的一个项目 一个舞台项目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 会有很大的空间去创作 和整个空间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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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改革 那么也希望能够 它是一个崭新的舞台 是把现在的技术 和现在一些概念 现在一些音乐的 形式能够融扩的一个舞台 也希望能够是一个 新时期的一个东方红 或者新时期的一个黄河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个新的 一个未来 一个梦想的东西 听起来感觉很好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 对你自己来说 是在艺术上的一个突破吗 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证明吧 证明自身的一个能力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 会在这样的一个 当然我觉得很幸运 我们能够去 我们能够去经历这个奥林匹克 我们能够 奥运会能够 能够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当中 我们能够去看到 去经历到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幸运的 那我们也抓住这个契机 去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大事情 当时申办奥运的 申办奥运的 申奥的主题歌 也是我写的 《实现梦想》 你是申奥音乐第一人 应该是 对应该是 这一路来 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个 因为我对奥运会 真的是非常喜欢 我喜欢它的 不是说它的比赛 我喜欢的是 整体的气氛 不是 我喜欢的是奥运会 所给人类带来的一种 它所那种精华 那种精华就是一种 一种协和 那种和平 因为我觉得 只有在这个地方 没有战争 没有歧视 没有隔离 我觉得这一种奥运会 其实是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是 我们过去小时候的 共产主义 提前实现的感觉 就是把这种体现出来 一个人类的最高境界 其实大家在追求什么 追求了今后的全世界 全人类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只是说 提前有这样的一个范围 让大家去看到它的一个模式 那我觉得这种模式 让我觉得非常的亲切 也非常的愿意 为这样的事情 我们能够去做点事情 特别是 去呼唤这种 人类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友谊 协和 和平 尊重 我希望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觉得在这次奥林匹克送当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神 不仅是在我们音乐当中 在整个内容当中 或者是在表现形式方面 所以我们今后的这个舞台 基本上以合唱为主 有一点 那我把这个作品 我也希望能够成为是新时代的黄河 因为我觉得黄河 或者是新时代的长城主歌 因为我觉得黄河是 我们的 抗日战争时期 所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音乐作 一个很永恒的一个作品 那长城主歌是我们解放时期 产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 那我已经间隔了 包括东方红 东方红是一个歌舞史诗的 音乐史诗 那间隔了这么多年了 从文化大革命之后 等于是这么多年 应该有三四十年了 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主歌形式 和任何一个完整的一个舞台 那我希望奥林匹克颂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我们为了强国复国的 一个新时代黄河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为国家 为一个民主 去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能够 奥林匹克颂 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这么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到现在你还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让世界充满 这样一个 作为让社会和谐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 那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之外 你还有没有想过 在将来尝试 其他的新的艺术形式 对 那我除此之外呢 我现在目前 我想在年底开始 做一些比较 主要是以钢琴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音乐 那有可能今后我们想 我想做一个钢琴音乐会 因为我在很多年前 我做过一个钢琴独特独唱音乐会 做得非常成功 就是我一个人以钢琴玩意儿和自己唱 那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为了 那个时候的钢琴主要是为了唱服务 那我希望能够说 下一个的钢琴音乐会 主要是为钢琴 纯粹的就是钢琴音乐会 唱为钢琴服务 我说想想想 做这样的音乐会 因为我觉得国内的基本上 纯音乐的市场基本上没有 就没有一个流行音乐 在这个里面 我们说的不是唱 是纯音乐的 没有人去做过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空白 那这个计划你觉得会在多少时间 我觉得在年底吧 应该这个很容易 这很容易 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做什么样的形式 做什么样的一个 在这个音乐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给这个市场 因为市场还不太习惯 纯音乐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这个市场 怎么样去开辟这个市场 如果开辟出来的话 有可能会 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市场的 因为的确确确现在目前 我们靠我们真正的音乐的 这种能力来展现在舞台的 基本上很少很少 现在的唱歌的人全是对口琴 全是假唱 对不对 乐队都是假 都是假奏 所以的话 它已经没有那种真实的 让大家去感受那种 那种冲击力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 想做这样的 因为我们有 因为我自己有学过 18年的钢琴 基础非常好 所以我想的话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 做一个榜样 做一个 做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东西出来 好 非常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 我发现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有啊 我和那个 说好不分手 就是和那个 和许晴他们演过 许晴 浦存熙和陶宏 我们一会儿演的电影 好 我们来说一下 那我知道 你有拍过一些影视剧 一些作品 那能不能也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可能 有很多观众不知道 其实拍的不多 一个是叫 一个是电影 和许晴 浦存熙 陶宏我们四个人 主演的一个电影 叫说好不分手 然后还有一个 叫永不回头 一个电视剧 就演过这两部 其实这后面也有人 陆陆续续 找我了很多次 但是我实在不喜欢 那种演员的感觉 但是我很喜欢电影 我很喜欢电影 所以我的 我所有的 基本上这几年的 所有的MTV 都是我自己剪接 我自己导演 我很喜欢 很喜欢这种 这种画面性的工作 但是做演员 当时没有去演的时候 我觉得很神秘 当我演完的时候 我实在是 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的工作 我的性格是 喜欢主动性的 就所有东西 都是按照我的想法 按照我的思维 我去 我去逐渐逐渐地 去完善它 逐渐逐渐地 去实现它 但是演员 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 你完全是在完成 导演给你的 所有的指令 等于我觉得 就是个机器 只是说 在机器当中 有的人会赚得好一点 有的人赚得不太好 但是呢 我一直这样认为 其实是好不好的演员 其实最重要是 好不好的导演 好不好的编剧 所以 所以当时演完以后 我就觉得 我不太适合于 去当演员 我更适合于 去当导演 去指挥别人 那你已经 打演很多音乐剧 其实是我导演了 好多我自己的MTV 当然如果说 有一定的时间 和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话 也许 其实是有好 其实是也有两三次 别人有叫我去 去当导演 他们看到我的MTV的剪接 他们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觉得我有感觉 而且跟他们谈的交流的时候 和一些编剧交流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准 因为我喜欢去思考 喜欢去思考 喜欢去把自己的一些主张 因为我觉得朋友之间 也没什么客不客气的 就可以说出来 所以他们都非常喜欢 但我觉得有可能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到最后 我很希望能够去导演一部电视剧 这个是我特别希望做的事情 那我记得四年以前 你有送给我一盘 你的那个CD 然后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那个画面拍得很唯美的 就是说这以后 你以后作为一个导演的话 你觉得自己会不会 就是喜欢这样一种风格 对 我一个是 我特别喜欢构图 就是很有特色的构图 很有运动感的这样的一些画面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 当然是镜头的 它的色调和它的这种光的 这种美感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我做音乐 我就喜欢把音乐做得很美 我也感觉你的风味 对 我不是那种很另类的 那种很那种 很那种让别人 根本就不知道 他来做什么的 对对张希希的那种 张希希那种画面 我不太喜欢 我还是喜欢 让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一个享受 而不是太沉重 那我想我们采访的 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希望你能够 对我们的观众 说几句你的心里话 因为观众都很想念你 都很希望听到你的声音 看到你的样子 希望你能跟观众说一说 好 非常的高兴 能够和大家今天聊天 其实我自己也在 国外待会有八年的生活 我觉得在国外的生活 真的是 其实是既丰富 又很痛苦 痛苦的有可能是心里面 丰富的有可能是 大家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 当然也希望 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们就是 我觉得在国外 我自己的体会是 我们就是多去学习 多去吸收 去打开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一些 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心态 当然说 所有的获得都要付出 那我也希望说 这种付出能够让我们 每一个人觉得很值得 当然在国外的生活 我觉得最不习惯的 有可能就是我们的 就是说 饮食方面 人际方面 这种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痛苦 因为我觉得 有一个老先生 原来跟我说 你为什么这么不愉快 说的 我说的 我说我什么不愉快 他说我看得出来 你出国的这八年当中 没有一天是愉快的 还真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学习了很多 但是从心里面的 根本当中 我觉得还是特别忧郁 忧郁的是 因为我们得不到一个 真正的一个环境 和真正的一个 让大家能够去 激动人心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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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馈了 那我今天 我也是回国来了 有间接十年 那我也希望 所有的朋友们 当然一个 在国外的生活当中 能够非常的愉快 身体 最重要是身体 因为最近我们圈里面 很多人都去了 所以我希望 身体是第一 有了身体 才有一切 特别在国外 我觉得特别重要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说 所有的朋友们 能够在国外 真的能够学习有层 那也有 希望也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回到国内来 因为现在国内 滴滴学学的机会 也是很多 2008年也是 我相信也是 对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 一个 一个飞跃的 一个 一个可能性 那我希望 我们所有的海外的 这些 这些 学者吧 或者是这些 朋友 都能够把自己 学到的知识 能够最终的 还是回到国内来 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祖国 来富强我们自己的祖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